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鬼鬼祟祟四处张望 观察了大概20分钟 男子才锁定路边民宅心切 嫌犯惯用切管器 来切开铁窗闯空门 翻地点遍布 但由于爱穿脚上的这双 知名运动品牌球鞋 成为警方追查时明显特征 终于被警方给逮捕 作案的时候 喜欢穿扑马的鞋子来作案 它是利用破坏工具 还有管切器来降低声响 破坏铁门铁窗来侵入住宅 切管器是一种专门 切割钢管的破坏工具 常被用来切两到三公分的 管装物品 使用简单不费力 被嫌犯拿来当作作案工具 但由于切割时 发出的声响非常小 被害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遭切 是不是缺钱买毒才偷切 手脚都被上扣 用外套遮住头部 送上警车 嫌犯向警方共称 是因为缺钱买毒品 才会行窃 原警也在他住处 起出不少贵重物品 和外壁等赃物 而这个作案守法高明的窃贼 最后竟然因为脚上的爱邪 遭到警方锁定逮捕 记者林中正 曾云新桃源报道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